飞带发射没过几秒 两个目标同时击中 爆炸声响彻云霄 俄罗斯军队又在靠近乌克兰边境举行雪地军演 不止陆军有演习 俄罗斯海军也在北印度洋 攜手中国大陆与伊朗展开海上联合军演 专家分析俄罗斯动作频频 是因为总统普钦想维持强人形象 其实开战可能并不高 除了军事挑衅 俄罗斯没忘了外交谈判 外长拉夫洛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日内瓦二次会谈 只是这场谈判光握个手就不同掉 布林肯伸手 拉夫洛夫却抬手臂准备击肘 拉夫洛夫笑得这么开心 谈判过后却板着脸这样说 两位外交老手可不是一筹莫展 美国下星期会给俄罗斯书面回应 俄罗斯要到书面答复 美国则确保还有谈判空间 只是俄罗斯国会下星期将考虑把东乌克兰两个亲俄地区认定为独立国家 恐怕让乌尔关系更加紧绷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